猫妹被卡在下水管里至少三天了 已经演艳一席 这次连我都没有信心了 嗨 大家好 这是何猫猪 我是猫妹小范园云和园 据求是描述听见猫叫声已经三天了 他对待猫妹是侮辱七楼天台排水管 落到了地面 卡在了地步直角转弯柱 求助人还画了示意图 告诉我们现场的情况 期间消防员也来过现场 还和隔壁商户一起破坏了外部顺利墙 找开了铁管 但猫妹卡在身处 不得已只能在杆子上涂上猫条 伸进去给猫妹寻命 收到求助后 猫妹消防员赶到了现场 猫妹在管道深处肉眼根本无法轻轻观察 我开启强光手电掏出手机放大了镜头 终于看见了猫妹 猫妹跟着眼睛一动不动 眼里满是绝望和恐惧 头部还导致在管道底部 有三分之一的头部被管道和淤积的铁锈和水泥挡住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心里开始打起了骨 就猫七年了 以往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 只要能看到猫妹我就能救到 但这一次我没自信呢 如果猫妹是被卡住的状态 这次救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没有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于是我们开始想办法清理管道里的铁锈和淤移 用虫群掏出旧帽单往里头 四只工具往外清理着淤移和铁锈 经测量 猫妹所在的位置离管坑大概1.5米 不一定要散开淤泥铁锈 还得控制力度和距离 甚怕一不留神就会直接捅到猫妹 真的太难了 天慢慢过去 天也慢慢黑了下来 从白眼就到黑夜 替换了各种 求生小哥和女朋友也尽了全力再协助救援 随着一声声敲击 我们终于脱开了猫妹的生命通道 此刻我们只能祈祷 猫妹没有被卡住 也希望猫妹没有被捅上 把铁锈伸进去 轻轻戳了戳猫妹 通过镜头放大 在管道伸出 渐渐看见了猫妹的脸 他睁开了眼 他还活着 他还在咬铁锈 继继续过后 我们修下劳动的身体 他没有被卡住 他扔出来 还是一步一步慢慢向前吧 一步 两步 三步 他全都生死 我托付着前线 你就是 你会成熟的少年能复乏 那是能追到 还要不复乏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